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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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溫志愿者 杨茜茜 我在此代表加拿大信用州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 視頻輔導系列的網站 在這個網站裏面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理財的小提示和秘訣 希望可以令你生活得更加輕鬆 甚至乎可以帶錢入你的袋子 先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不是為工作而賺錢 而錢為我們工作 那你說多好呢? 其實這個並不是不可能的 要確保有足夠的錢 來支付我們的日常開支和帳單 關鍵是不在乎我們賺多少錢 是在乎我們怎樣去理財 你下面將會看到的 就是Credit Canada在過去45年的例證 在這麼多年來 他們用過的經驗和技巧 證實這些方法和技巧 是的而且確可以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如何去重整他們的債務 管理他們的財務 以及令他們重新獲得獨立自主 更加可以建立一個良好的信用 開支計劃 要做一個好的計劃 關鍵是知道什麼時候和在哪裏 還有為什麼你要花這些錢 而且知道什麼時候需要作出改變 存錢即是先付錢自己 要了解應急資金的重要性 以及考慮退休後的需要 明白信用是什麼 你的責任是要合理地使用你有的信用額 明白你的信用程度 並且最後買一部車 買和租的全部對比成本 對你來說 哪一個是最好的選擇 以及你在做決定之前 你都需要了解整個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就要學習 如何好好善用我們的理財 請你點擊我們以下的一個話題 希望你能夠成為一個成功和安全的理財者 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